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和另外一个人聊得忘记时间 即使是自己编造的故事 两个人也能谈得津津有味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 我们会慢慢地发现 能听你说话和你说话的人越来越少 有时候 这些 居然成了自己的一种奢侈欲望 人生不容易只是十之八九 每个人都有难言的苦楚 和不为人知的心酸 我们都没有表面那么尖巧 只是习惯了用微笑 代替悲伤 用沉默 代替争吵 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 也不想被无关紧要的人笑话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带着真心 有一些话你说了 人家当成笑话 转身就当成谈子 讲给别人听 吃过亏 所以有了防备心 受过伤 所以懂得了沉默 自己能熬过去的 没必要对人讲 因为不是所有人 都能感同身受 所以 不如咽进肚子里 大事小事 自己去面对 找一个聊得来的人 真的很难 没有体会过孤独的人 不会明白 有一个人 能说说心里话 是多么难得 没有受过伤的人 不会明白 心里的苦 是多么的难以言语 有个人能说说心里话 心里能好受一些 他不会嫌你啰嗦 不会说你没事找事 只是静静地听着 默默地陪伴 这世上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让你随时随地 畅所欲言 也不是每个人 都适合你 毫无顾忌的 吐落心声 就让人糟心的 不是对方不理解你 而是不管你想说什么 对方都不关心 不在乎 所以 如果有一个人 心甘情愿地陪你聊天 懂你说的所有话 体调你藏在话里的 所有心情 便显得尤为 难能可贵 在他面前 可以不用担心 说多了会烦 也不用担心 对方怎么看待自己 工作上有烦恼 生活里有多委屈 想找个人 说说的时候 他不会嫌你烦 更不会嫌弃你 啰嗦 而是给予 耐心和建议 当你有开心的 事情的时候 可以无所顾忌地 表达你的喜悦 不用担心 对方觉得在炫耀 因为你知道 他为你高兴 一辈子相守 抵不过一句 我懂你 想找个什么时候 都可以说话的人 是难得 想找个什么时候 说真话的人 更难 就连鲁迅在 碰到取秋白的时候 也感慨 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似事当以同华是之 连续剧《康熙王朝》里 康熙拥有后宫粉袋三千 他最爱的人是荣飞 他到荣飞那里 最爱说的话就是 正想和你说说话 然后把一些国事家事 倾诉一番 能够细细说话而已 细细想来 也可能就是如此 你干的事情再伟大 再轰轰烈烈 你也是一个人 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 也希望有一个贴心贴肺 知冷知热 能深刻理解你的思想 与情感的人在身边 跟你交流 沟通 爱情 应该是无所不言 是相依为命 是身处寄留 却不敢寂寞 是明知路漫漫 雪茫茫 却仍感激 能与你一同走过 点亮再看 愿你天黑有灯 下雨有伞 身处寂寥 能有一人懂 我深热安 祝您平安喜乐 如果喜欢节目 欢迎您分享到朋友圈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